从零开始玩弹仔派对 晚上11点钟 用初始形象在弹仔岛发呆 会发生什么 大家好 我是萌新超然 现在是晚上11点钟 超然来试一下 把弹仔的形象换成初始形象 然后呢 我们在弹仔岛找一个位置发呆 这个位置不错啊 我在弹仔岛很想你 这个点有没有人在想我的呢 过了一会儿 左边有一个弹仔 把另外一个弹仔一脚给踢飞了 它该不会要过来踢我吧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还好超然只是一个初始形象的弹仔 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等了一阵子 超然发现有一个好奇怪的生物啊 绿色的肥肥的萌萌大 这是哪个弹仔走丢了的坐骑吗 看它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小恐龙 它注意到我了 不要激我呀不要激我 啊我好不容易找到好位置 我被这个恐龙推到角落里去了 我的弹仔都不开心了 超人感觉我在这里发了半天的呆 无人问津啊 好了不装了 我去逗一下这个小恐龙 看样子我这个初始形象 只能吸引到恐龙的注意了 有人来了 偏偏是在我逗恐龙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 他在做什么呀 他发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也想逗恐龙 没事没事这个恐龙不是我的 你想玩我就让给你玩咯 哎呀你把我推来推去做什么呀 小恐龙走掉了 啊你把我抱起来做什么 难道说你一开始的目标是我不是恐龙 假装我在挂机 假装我在发呆 看看你会做什么 什么 他居然说超人你夹我 他居然是我的粉丝 超人瞬间就被感动了 好有必须安排着 好有必须安排着 好有必须安排着